因為我們都一直在幫百姓做事 是站在家屬的心態 心裡在想這些 而不是在想一些比較政治的事情 應該很容易可以談成的事情 可是我們的 已經很高階的官員也同意的事情 在更高階竟然沒有辦法同意 那這中間的曲折我們不知道 其實很高階同意的 比如說是怎麼樣的階 蠻高階的 對我來講部會首長 他們已經同意一些想法 但再往上還有不同意的 部會首長接都已經同意 竟然再往上還有不同意的 對 是我去問的這些 我所認識的這些高官們 我遇到的高官們 他們有沒有什麼原因 每個人都說你們不要這樣 這事情就是好好的來解決 你們不要這樣 每個人都跟我說他是鴿派 那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到底誰是鷹派 我不是想要藉由這中間 獲得什麼政治力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反正基本相信就是我的事 如果在這協調過程中 早一點都多考慮到一些百姓 從百姓的 人民的角度出發 而不是一直想政治 很多事情可以很早解決 當然最終解決我們是覺得很高興 但是也是有一點遺憾 稍微久了一點 OK 好 我們聊阿兵哥之前 我先最後問一下 這個委員你好像也認識 王麒麟的爸爸 我不認識他 我只是曾經見過他 因為上次有一次 在國父監管前面 國民黨有辦一個活動 他有上去接受表演 他可能也是 他是黃埔的 他也是軍人的 對他是軍人出身 黃埔出身 對 他有上去接受一個黃埔什麼 可能之光啊 什麼這一類的 對 所以我上去有看到他 我本身不認識他 OK OK 我認識的是李洋的爸爸 李洋的爸爸 那他金門人啊 金門人 他也很愛金門 說真的 我有看到報道 他這次有特別 有比賽前又特別回到 古林頭的老家去拜拜 很好啊 而且他爸爸每一年 他爸爸自己說 他每一年都要帶他的小孩子回去 這種是一種不忘本的精神 都要帶小孩子回金門去 李洋是在台灣長大在中和嘛 但他每一年他的爸爸 都要帶他們回故鄉去走 其實他爸爸已經離開金門幾十年 但是他沒有忘記他的根本 我們金門蠻重視這個 飲水思源的 不忘本 而且很多這個塔律班 他們真的 或者民進黨支持者 他們真的忘了 就是說在中華民國下面 還有金門跟馬祖 是我們的領域 而且在行政規劃上 叫做福建省金門縣 沒錯啊 所以就是說 真的要講金門 金門要算是台灣人嗎 金門算是福建人 我們就是金門人 算台澎金嘛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中華民國下面就是台澎金嘛 對啊 不是只有台灣島 對 所以照理講金門 金門 我不知道金門人現在戀頭 金門地位跟台灣一樣高 金門會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嗎 還是他會怎麼樣 出國的時候會這樣講 但是如果在國內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我們就是金門人 其實在行政規劃上不是嘛 對 行政規劃上不是 是福建省金門縣 我們跟台灣的地位是平級平坐 金門跟馬祖跟台灣跟澎湖 這地位是一樣的 對 台澎金嘛 我理會大家說這是台澎金嘛 所以或是直接講金門人 金門人這樣 好 OK 來 那我們再來聊聊就是 胡信的吊客 就是214這個事件 前一陣子終於就是兩岸達成了一個和解了 那這個好像委員 您明天也要去這個 對 我專程要去這個要去 這個是我明天早上7點的飛機回金門嘛 那8點到嘛 那9點的船到大陸嘛 到廈門 那原來這位胡信吊客是被 一大早喔 對 6點多出門 結果留置在 這位我們這位鄉親他被留置在泉州 他一直待在泉州 對 他在泉州 安置在泉州 那之前我們上次有陪家屬 我有陪家屬去看他的爸爸媽媽 他的妻子跟他的小女兒去泉州看 探望他嘛 那一次 對 6月份的時候 那那一次 6月份 對 6月底 他是幾月的時候 他是5月多是不是 他3月 在京的就職前 對 3月18號就過去 迷航 然後去看他 那因為接他回來就是等於是 我們後來我跟台辦聯絡嘛 因為聯絡要是解決 這個事情本來是一直被刮在一起 其實我們要感謝那個台辦 不是台辦 海警 他救我們救起來 但是這個時間會拖 對 是海警救 那時間會這麼久 事實上就是兩岸的政治氛圍不好 被大環境影響 那我們現在去把他接回來 我就跟台辦聯絡了 就是說是不是就是 讓他到廈門武通碼頭 廈門就要快速 歸心事件嘛 早一點讓他下來 他從泉州 台辦直接把他接到廈門 對 接到廈門 然後我們再從廈門的 武通的這個口岸 就是武通碼頭 然後坐船只要半個小時就可以回金門 所以你們直接在廈門把他接回來 對 我們九點過去九點半到 九點半到的時候 就是跟他做一些交接 因為那個他當初去的時候他沒有入境 所以他沒有一些證件 沒有一些相關的證件 就是他沒有入境的 他在海上釣魚嘛 那他沒有入境大陸 那這不就要出境嗎 所以大陸也很幫忙 就是這些程序趕快去辦 那我們這邊的陸委會 我也跟陸委會聯絡 跟移民署相關單位聯絡 就是我們也辦要讓他入境 因為他沒有出境 但還是要讓他入境 所以這兩個地方都要專案辦理 對 要先給他辦出境入境手續 對 相關的 主要是辦這個 對 然後就把他接回來 好像他因為之前是 是不是因為他是身分比較特殊 以前他是軍人嘛 他是軍人 現役軍人 那是放假去釣魚嘛 那現在是 他後來退役 先辦退役 方便的 OK 那那個郁政委員 我們講這個弧姓吊課 明天也要順利接回來的這個事情 那前面就要講到 林二一四這個事情 好像委員你在這個中間 居中良多嘛 對啦 我想一件事情的成就 要很多人的努力 除了我當然有很多人 民間人士很多人在幫忙 政府當然也有那個 那這中間有很多 政府有 陸委會這邊也有 其實陸委 海選手 事實上這中間有好多跌宕起伏 實在是曾經覺得好沮喪 就覺得這事情好像不會成了 兩岸的關係這麼差 然後接著又一段時間 又讓他們重新恢復聯絡 然後後來又沒成 然後後來又成 我覺得這個心路歷程 實在是感觸良多了 最重要還是 中國大陸跟民進黨之間 彼此互信很不足 然後彼此都互信不足 就容易很多事情 不容易談成 然後當然最後大家都有忍讓 都有各互相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 然後我們在中間當然有做一些 累積善意的功夫 互相幫忙累積善意 但是這個 當然這個只是個案 中國大陸還是把這件事情定調為事 就是不是官方的這個接觸 因為他們是用紅石之會 大陸的紅石之會來接觸 那事實上以我們來講 事實上以我們這邊來講 事實上我們有點 我們的位階事實上還比較高 嚴格來講 如果以官方身分來講 我們是海巡署的副署長 海巡署是海委會下面 布下面的一個單位嘛 布下面等於是已經下一級的 布下面那一級單位 他們只是 他們來的只是 當然他們海協會 又來一位處長 許惟偉 那他是部裡頭的處長 這樣還是一樣 然後再往下 他們來的是泉州市 泉州還更低 泉州已經是省下面的第幾市了 所以嚴格來講 我們政府反正 如果嚴格來講這個地位 反正已經成了就好了 反正成了嘛 最開心是成了 最重要是家屬很希望趕快回來嘛 兩岸的家屬都一樣 我們的家屬希望 我們的人趕快回來 他們希望趕快 而且農曆七月就要到 農曆故隸 農曆故隸 農曆安 對 那個 我們現在當然可以講了 就是說當時 我記得當時 本來是講好就是說 應該7月25號是不是 對 本來是7月25號 然後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我們就提前提前到24號 結果颱風還更快 一樣沒辦法 然後找往後延 對 那我記得當時在這個事情 就是好像已經有個 譜了 然後就有媒體報出來 就是說 214的這個事情 可能兩岸有解了 然後包括那個解的條件 我記得是瘋傳媒的一篇報導 先把它PO出來 那那個時候呢 我也有做了一個節目就聊 那我記得我應該是跟 張靖老師連線 那張靖老師就提出一個說法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媒體 會先得到這個報導 然後有這麼多詳細的資料 可能是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有人希望這個事情不要沉 希望這個事情黃掉 我想要問的是 委員您在這個居中 協調的過程當中 您有感覺到 有人希望這件事情不要解決嗎 有這種力量嗎 我只有感覺到就是說 路方退讓的時候 提出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已經有一些東西 應該是說我覺得已經是 應該很容易可以談成的事情 可是我們的已經很高階的官員 也同意的事情 在更高階竟然沒有辦法同意 那這中間的曲折我們不知道 但是反正最後終於還是 在修飾在這個以後還是同意了 已經很高階同意的 比如說是怎麼樣的結 蠻高階的 我對我來講部會首長 他們同意一些想法 他再往上還有不同意的 部會首長接都已經同意了 竟然再往上還有不同意的 對 實際上那個 與時已經非常的和緩了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最終還是有同意的嘛 最終啦 只是說當然時間就拖了一點了 所以中間可能就是卡住 不知道卡在哪裡 我覺得我本來覺得 六月底就會成就了 本來可能要更早就要成了 我本來這樣覺得 那時候我覺得不錯 這個看起來這樣的想法 反正總之 所以我的心情是有跌宕起伏 實在是 跌宕起伏 因為我們知道一些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好像很沒希望 這個山窮水盡移入 後來又 柳安化名移入 然後又移入 就是那個起伏 對 因為那個 我主要在意是我們這個家屬 他們的小孩要回來 對 對 所以我必須要實際上跟他update一下說 說現在大概我覺得可能什麼時候會那個 就這兩件事是綁在一起的啦 沒錯 那我一直有在講說 我覺得不錯不錯 這個禮拜這個訊息還不錯 那我想說那可能很快看有沒有機會 然後各位幾天突然又不好 我說這個可能你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就是我們是站在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幫百姓做事 是站在家屬的心態 心裡在想這些 而不是在想一些比較政治的事情 所以自然的心裡的感觸深 如果純粹要把它當作政治操作 那當然是那個 但是我也沒有意思要把它變成政治操作 因為我總是希望兩岸好嘛 我也從來沒有想要借這個機會 去攻擊政府或是 但是我看到有些單位好像 昨天自由時報最後一篇還在罵我 說中共故意怎麼樣怎麼樣 說做球給我 讓我去接人什麼 這個東西是很多溝通的 對 那他們不放你 你也接不回來 也是有溝通啊 然後那為什麼中國 我覺得民進黨為什麼不檢討自己 為什麼沒有能力去接一些球 為什麼他沒能力去 可以去當作一個可以接球的角色 委員我想問你 在您在這個居中的過程 您的感受是大陸這邊好像是OK 它是願意它有彈性願意讓的 那我們這邊反而是好像 這個城市可能部會的這個城市 都已經協調好了 但是好像在往上的時候 又卡到了一個什麼的那種感覺 對 對 對 可是我去問了這些 我所認識的這些高官們 我遇到的高官們 他們有沒有什麼原因 每個人都說你們不要這樣 這件事情就是好好的來解決嘛 你們不要這樣 每個人都跟我說他是鴿派 那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到底誰是鷹派 那他們都說他們是鴿派願意解決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告訴你 那為什麼還卡在這邊的原因 反正就是調查 司法 反正這個東西很多不足 不足為外人道 對啦 我也不好意思說是外人 但是我想說不要說了 我想說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事情原本解決總是好事 我們總是希望兩岸越來越好 不管彼此間曾經 曾經講過誰對誰講過什麼話 誰對講過什麼話 這個我想也就這樣子了 很好啦 至少是圓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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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重要相機 有順利計劃就好了 對 明年是內心的 我們不是想要藉由這中間 獲得什麼政治力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反正基本相信就我的事 我們相信對我的信任 不用藉由一兩次的事情 因為做人是長久累積的 這個路遙芝麻利 日久見人心 對 其實大家都看在眼裡 就是委員在這個兩岸中間 反正我們有在努力 大家是有看到 對 大家看到 主要是我們鄉親支持我 所以我應該努力去做 所以至於所謂的 民黨比較在乎那些紅綠什麼 我覺得民黨也很奇怪 昨天有一篇好像他們說是罵我 我說這算罵我嗎 這有是吧 對啊 說什麼 中共作求給我 讓我去接什麼什麼 說這在罵我嗎 我們金門鄉親都希望 跟道友很好的關係 你知道我們金門 民意代表昨天有一個記者會 大家台灣可能沒有關注到 就是說有一百個民意代表簽名 基層的名代 各個階層的 議員 鄉政民代表 說希望趕快見金下大橋 然後金門非軍事化 昨天的新聞 可能金門的新聞比較不受重視 對 那這個金門見金下大橋 這個現在這個其實吵了蠻久了 我記得好像好幾年了 台北這邊不會同意嘛 不然金門七成多一定會贊成 中央不同意 對 台北不同意 台北行政院這裡 他這個 民黨不會同意 這個難道立法院過了也不行嗎 過個什麼條例還是什麼的 也不行 因為執行上他一定會有很多 立法院過什麼中央 台北不是一樣 過什麼國會改革他不是一樣 什麼大法官什麼給你 反正就是 就是民黨不同意 民黨現在 好像不打算朝野和解 他打算一直硬幹 這樣是好事嗎 也不打算朝野和解 也不打算兩岸 和解 和緩 好像是 看起來現在賴清德就是 反正老實在理 他連他黨內都不打算和解 我感覺 大家都說我們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他們部長 他們會忽然吸收 問題 注意 我根本會想給你 過 收裁 給你 消費